留言或是傳訊息 如果沒有表情符號 就不能夠完整表達你想要表達的意境 但是你真的了解這些符號的用法嗎? 歡迎來到腦不急 今天要來看五個你不知道意識的表情符號 大便符號 在路上踩到大便是最不幸的事情了 尤其是新鮮現餐大便 這個符號就是大家理所當然的認為就是一坨大便 但是你們都應該聽說路上踩到大便可以買樂透的說法吧 其實這個大便符號原創的意思是等於幸運 因為表情符號創作人是一位日本人 而在日本大便等於幸運 而且如果你在睡覺時夢到大便在你手中 代表你即將要得到一筆意外之財 你們都在什麼情況下使用大便符號呢? 勝利符號 這個表情符號通常大家都用來代表生氣的樣子 而這個圖案的樣子也很容易讓人解釋為憤怒的表情 但是相反的 在表情符號危機百科上 其實這個是用來代表你瞧不起他人的驕傲樣 有點像是你處在一個無法解決的狀況下 然後之後解決了這件事情 就像是考過一個非常艱難的期末考 或是爬到身上的最高峰 這樣的感覺都可以使用這個符號 雖然很難用這個表情說服這樣的驕傲狀態 因為對我來講不管怎麼看這個表情就像是在生氣一樣 三隻猴子符號 你們都喜歡將猴子用在什麼地方呢? 你知道這雙手遮住眼睛耳朵與嘴巴的猴子表情符號代表什麼意思嗎? 這三隻猴子其實是日本的諺語三隻銳智的猴子 各代表不見二事非禮物事 不聽二詞非禮無聽 不說二言非禮物言 雙手符號 這個符號可能許多人都會將此用來當作擊掌 祈禱或是對不起 但是其實這只是簡單的代表日本傳統文化的 非常謝謝你或是麻煩了的意思 而另外一個也是有兩隻手的符號 通常被大家用來代表興奮 也被用來當作擊掌的動作 這樣的用法沒有錯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這個符號有個隱藏意思 就是代表女性在那方面很開心的意思 又哭又笑符號 其中一個也很受歡迎的表情符號 大仙黃色的圓臉 垂著彎彎的眉和眼 列著白牙 兩頰滾著豆大的類珠 大家可能都會拿這個來當作哭笑不得 或是有種無奈感覺的心情代表 這樣又哭又笑的表情符號 其實是代表喜極而泣 你們最喜歡哪個表情符號呢? 在下面打出來 如果想要知道更多表情符號的意思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 打到五千就會做下一集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不想錯過更多心情影片可以訂閱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